这里就是古代帝王与皇天上帝通话的专属场所 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神秘的祭天建筑群 北京天坛 正所谓苍穹应天坛 祈愿传名安 皇权祭古礼 千秋永流传 这座占地273万平米的祭天建筑群啊 拥有着12个惊人的大秘密 这里为什么有一条路连皇上都不敢走 为何这里的下门被称作鬼门关 皇帝如何与天神对话 他们又在哪儿 以什么姿势开启这场神秘的交流 美国人为什么说再给他们1000年也造不出天坛呢 天坛又是如何把数字八卦玩到极致的 关注小杨 今天我带大家揭秘这幅北京医保卡上的神秘背景图 北京天坛 这条就是连皇上都不敢走的路 我们看这个丹壁桥啊 看起来它是平的 但是北边呢到南边它要高两米的 所以啊这也叫升天之路 仔细看 这总共啊有三条石板路 中间的这个呢是皇上不敢走的 因为他叫做神道 也就是当年的老天爷走的 老天爷怎么走的您知道吗 是太监抱着他走的 而右边的这条路啊才叫做御路呢 这是皇上走的 所以我们生活中想当老大的呀 就可以站在这条路上走一走 左边这条呢就是王公大臣走的路了 以前明朝的时候皇上啊 祭天之前啊都会在桥东的巨浮台进行沐浴更衣 而且还要赤脚走在这条路上呢 表示啊不将丝毫的尘埃带到神坛之上 那真的是相当的尊敬啊 这是皇天上帝和皇上走的路 但是这下边的路啊皇上都不敢走 这儿叫做鬼门关 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带咱们下去一探究竟 每回打这桥洞一过呀 我都觉得后景古发凉阴风阵阵啊 这个地方啊被称之为鬼门关 是因为每次举行祭天大典之前啊 都要有一些贡品的牺牲 在天坛的西侧呢 有一个专门的牺牲所 东边呢有宰生亭 要把这些畜生啊 也就是牛啊羊啊 赶到东边进行宰杀 再进行上贡 上边都给谁走啊 皇天上帝 老天爷还有皇上及王公大臣 所以在底下啊 就给他们这些畜生 开了个桥洞子 从西边的牺牲所 走到东边的宰生亭 这些洞啊 基本上一进去 再出来就无疑生还了 我身后这个看起来 秃顶的建筑啊 叫做圆秋潭 是以前祭天大典举行的地方 这上面有一块石头啊 就是和老天爷聊天的大哥大了 一会儿我们上去看一下啊 以前祭天是冬至的日出前七刻 大概就是现在的凌晨四点多 首先啊 要在旁边的这三根高高的望灯杆上 挂上灯笼照明 这个杆子高度啊 它是九丈九尺九寸 灯笼里边用的是盘龙宝辣 这个辣呀 通体1.3米高 直径是30公分 能够连续燃烧12个小时呢 不过大家想一下啊 祭天可不是啥好事 在寒冬腊月的凌晨 皇帝带着皇宗士族 带着文武百官 带圆秋潭 祭天大典上祭天 我能想象他们一本正经的 打哆嗦的样子 这一块啊 叫做天心石 据说站在上面说话 四面八方都会给你回应的 而专家曾测算过 回传速度大概是0.07秒 一个人说话 全世界都可以回应 这不是得偿所愿吗 当年皇上啊 会站在这里念祭文 就是和老天爷叨叨 这一年的好事 还有坏事 祈求老天爷保佑国泰民安 五股丰登 而这个天心石啊 是这里的中心 从这往外啊 开始铺满了 九块扇形的石板 这是九块 这是十八块 二十七块 三十六块 依此类推 总共啊 有三层 三层加一块 总共是378个酒 共有34002块 象征九重天 圆秋潭的下面 这有一个建筑很重要啊 祭天一共分九步 叫做祭天九举 这第一步啊 叫做烤全牛 就是把小牛啊 放在这里进行烤箱 香味把皇天上帝招过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老天爷他也扛不住撸串的诱惑啊 以前啊 这旁边还有个马槽 现在时间太长了 已经看不到了啊 因为皇天上帝啊 是骑着天马来的 这儿就是他的停车位啊 他来了以后 把马停好 手里拿着牛肉串 然后去圆秋潭 接受人间皇帝的跪拜 嗯 这画面真爽 而这旁边的这个井啊 就是放小牛的内脏的地方 寓意不忘祖先如猫饮雪的日子 你看这项的砖啊 一圈有十次 二圈有二十八块 这代表二十八星宿 这是祭地的 这边啊 还有八个炉子 其实祭人的 天地人三间 这就全有了 这八个炉子呢 代表八个皇帝 努尔哈士 皇太极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每个人都有相应的贡品 在这里焚烧 为什么只有八个呀 后边的咸丰 同志 光绪 溥仪 他们为什么没有啊 这是2020年的高考题啊 据听说一堆白卷子 就这么交上去了 这叫国学 因为啊 后边这四个人丢脸了 不配在这弄个炉子 很多人来天坛啊 都找几百年前的回音币 其实就在这个院子里啊 这叫做黄穹雨 是老天爷的卧室 这整体的墙呢 都是圆的 据说两个人啊 站在不同的位置 对着墙壁说话 对方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但其实现在啊 已经没有了 因为当年的墙面啊 就跟少女的肌肤一样 特别的光滑 现在呢 已经破旧了 被破坏了 而且还有人在这 刻自己的名字 乱写乱话呢 这个地方乱写乱话 也不知道咋想呢 这里边中间供奉的是 皇天上帝 以及祖先的牌位 两边供奉的是 风雨雷电 日月星辰的牌位 有的电视剧里 老宅子里边 不是一面墙都是牌位吗 那个叫做祠堂 所谓灵魂休息的地方 你说很多游客呀 把名字刻在这里边 不是给人家站岗吗 知识对这个游人来讲 是多么的重要啊 泡满 而这里边的回音石啊 现在还可以用 在哪呢 一定记好了啊 泡满 就在从对面数的 第三块砖 也就是咱们现在 站在这块 站在这里的时候呢 站在上面用手 使劲拍三下子 你就会感到回音了 如果拍过手的 咱们评论区集合了 泡满 新年店的房顶 就是北京最牛的房顶了啊 很多人都觉得皇上的房顶牛 因为太和殿是黄色的 君子皇中通理 正位屈体 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 美之日也 黄色在以前代表的是 君子的德行 所以皇上用黄色 但是皇上啊 总要听一个人的话 听老天爷的话 所以天坛的房顶 是蓝色的 比皇上的还要在高一层呢 你知道为啥 很多人喜欢跟他拍照吗 因为他360无死角啊 从哪看 长得都是一模一样 四面八方 全市门穿堂风搜搜的 这个是明朝的嘉靖皇帝 研究了很久才搞出来的建筑模式 叫做明堂 以前的世界上都没有这种房子 它是独创啊 齐年殿的殿重中啊 有四根天柱 象征着春夏秋冬四季 中层有十二根金柱 象征着一年的十二个月 外层有十二根岩柱 象征着一天的十二个时辰 中外层相加共二十四根柱 象征着一年的二十四节气 三层相加一共二十八根柱 象征着周天二十八星宿 不死之外 顶部还有八根童子柱 二十八加顶部总共三十六根柱 象征着三十六天刚 而齐年殿东边的七十二联房 则象征着七十二地煞 在天坛齐年殿西侧四百米处啊 有一个造型奇特的亭子 这个叫做双环万寿亭 是乾隆啊 给他五十岁的妈妈 甄嬛的生日礼物 这个亭子的造型啊 非常的奇特 像两个环一样 所以啊 甄嬛在历史上也叫环环 这个双环亭下边的台阶啊 就像一个桃子的桃尖一样 寓意和和吉祥长寿之意 当年美国人说 天坛我们可以造出来 但复制天坛的树 我们却做不到 因为天坛的树 种下去的时候啊 还没有美国呢 这里啊 总共有三千五百六十二棵树 三百岁以上呢 就有一千一百四十七棵树 都是明朝种的 而且每棵树呢 都有自己的生命证 这里有一棵树是北京最美的十大树王之一 树林超过六百年的九龙百 据说当年有九条小蛇帮助乾隆求雨 所以啊 他给他们赐名九龙百 而天坛啊 是北京名副其实的天人养八 这里的绿植呢 覆盖了整个公园的百分之八十三 来这里的五条路啊 你一定要来走一走 他们是银杏路 古百路 丁香路 国怀路 还有内坛环路 关注紫园哦 还是银杏路